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肥的不專家開箱 我是邦尼泥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一樣要感謝我們這次乾爹 IT21所提供的MOTO A2 Plus 他說到MOTO系列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像MOTO A1啊 MOTO A1 Plus 都是在現今的騎士藍牙耳機中 價格比較經濟實惠 那續航力也是相當不錯的一款 那尤其是MOTO A1 Plus呢 還增加了對講功能 那這一次的MOTO A2 Plus呢 依舊保持著有這個對講功能 首先呢我們就先到老規矩 先看看它的盒子裡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從外觀可以看到呢 這代的盒子明顯的比上一代薄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 現在可能就是流行這樣子吧 你知道我就是買手機也是一樣啊 盒子一袋比一袋薄 那東西一袋比一袋少 會不會就打開來 然後發現裡面根本就沒有耳機之類的 只有主機本體 耳機要另外購買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就是一樣的說明書 那說明書一樣是很重要的 因為藍牙配對的方式呢 依舊是在說明書上 聽說這代呢 配對之後呢 再次連結的方式會比上一代簡單 那另外呢 一些其他的按鍵功能等等啊 都有在說明書上做蠻詳細的介紹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MOTO系列的朋友呢 可以先看一下說明書 那如果你今天有好幾次MOTO系列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的使用方式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呢 就是這一次的主機本體液 嘿 什麼 這個美妝網美 不會這樣嗎 再來是他的麥克風 那這一次他的麥克風呢 附了就是全罩帽使用 跟四分子罩帽使用的這種 外接式的這種凸凸的麥克風 耳機組 嗯 這代耳機組感覺是不錯啊 就已經幫你把外面的海綿裝好了 所以不用像前幾代一樣 你還要另外去裝海綿 還有充電線 你仔細看 這是這代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的充電線 他是Type-C的充電線 終於可以脫離Mini USB了 太開心了 那以及呢 這一代他提供的是黏貼式的底座 那其實我在網路上看了蠻多人 就是說他之前是有魔鬼沾的 那大概就是Moto A1 比較早期的這些話 他的確是有魔鬼沾 那用久之後呢 也真的會掉 所以後面幾代其實都已經改成了這種卡扣式的底座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呢 就是這一代的Moto A2 Plus 他的底座呢就是他的底 其實跟上一代的Moto A1 Plus是不太一樣的 那整個造型呢可以看到Moto A2 Plus呢真的是比較細長一點 那Moto A1 Plus就是延續Moto A1 他是比較方的 然後比較寬一點點 看起來就是一個是比較矮的胖 那一個是比較細比較長 所以他底座呢是不共用的 這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是要上網買底座的時候 一定要選對你的底座 就是不要買錯 你可能Moto A2 Plus去買到Moto A1的系列的底座的話呢 他是不能實用的 那另外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Moto系列最著稱的就是他的 充電速度跟續航時間都很長嘛 那這一次的Moto A2 Plus 當然是保持著這樣的傳統 直接把電力拉升了40%到800毫安培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35個小時聽音樂 簡單的說呢 就是你大概充滿一次電之後 你下一次充電 可能會是下個月的時間 如果你只是騎車通行的話 那如果你出去玩呢 完全不需要擔心電力 除非呢你今天要決定說 我一騎都要騎40-50個小時 那你中間可能要充一下電 不然如果只是個3天2日的環島呢 其實中間完全不用擔心會有沒有電這種情況 真的是非常棒的 那如果臨時要用沒有電沒關係 其實他只要用Type-C充電 對 因為他是Type-C 所以他只要充一個半小時呢 就可以從沒有電到完全充滿 Type-C真的太棒了 那另外呢 在收音跟喇叭方面呢 也做了一個蠻大的一個提升 他是說 採用了DSP的降噪技術 所以在收音的時候呢 可以減少旁邊周圍的噪音 或是風氣的聲音 讓講話呢 更加清晰 那耳機喇叭的地方呢 從上一代是增加低音的這一塊呢 改成了全音域的SB高音質喇叭 對 那實際上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也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測試囉 好 那這個是MOTO A1 Plus的收音狀態 我在一個密閉有回音的地方 那準備用吹風機呢 來模擬一下他的降噪功能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囉 好 這是他在騎車狀態下 那如果有風的話呢 他的收音可能會像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是MOTO A1 Plus的收音狀況 好 那這一次這個是用MOTO A2 Plus 在室內有回音的地方 他的收音的情況 那我們再來呢 就是用吹風機一樣是模擬汽車時的噪音跟風聲 那看他的降噪效果怎麼樣 好 我們就開始囉 現在就是在模擬起噪時 可能遇到了一個 噪音跟風聲的一個狀況 那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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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个人是觉得啦 不管在收音还是波音这一块 都可以蛮明显的感受它的进步 那当然啦 我相信就是时代的进步 无科技会进步嘛 那接口的成长呢 可能也带来了一部分 我的心理信仰的关系 对我一样就是很不喜欢 迷你USB 所以它只要是Type-C 就算音质只是心灵上的进步 我还是觉得它的音质会变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Moto A2 Plus的快速开箱 那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机车的蓝牙耳机呢 其实功能大概就是 就是主要是听音乐跟收音还有对讲嘛 那现在呢 这款基本上都做得到了 而且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驱航力有35个小时耶 充电也只要一个半小时耶 而且对讲的时候还有混音耶 你可以边讲话 边听导航了 超棒的 还可以边听神盾了 这样就不会因为你在跟后座聊天 然后就突然间被罩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 两个开始吵架 然后一个趟旅程回去之后 就分手这样 你可以避免这样子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样子就很棒 那在售价这一块呢 其实一样还算是蛮便宜的 我记得在Moto A1 Plus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1000多一点点了吧 那这一次的Moto A2 Plus呢 只要1390 我觉得算是在 同样功能的蓝牙耳机里面 非常经济实惠 我个人是想觉得 我也蛮多 就是比较日常使用安全帽呢 一直都是用他们家的蓝牙耳机 有兴趣呢 可以到我的资讯栏呢 参考一下他们的卖场 那以上呢 就是小飞这次的开箱 那有任何疑问呢 欢迎一样在下面 或粉丝团留言给我 那记得如果能的话 就订阅 小铃铛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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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我都跟你说 他们好像 要出一个 有点贵但是还不错的东西 我们下次再开给你们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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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